第一條,來到尼東 改變一下主意,搭一下這條過海線 171 171就可以走完整個鴨尼州 然後去過海,去九龍旺角 這條線,老實說,曾經一道是非常繁盛的路線 尤其是在九十年代尾到千禧初期 即是九五、九六、九七的時候 那一年代最繁盛的路線 即是天氣初期的時候 因為坦白說,鴨尼州的房子都是八十年代尾到九十年代 剛好人口仍然在上升的時候 這條線是非常旺盛的 我記得旺盛道是在玩三至九分鐘一班車 在玩三至九分鐘一班車 即是旺盛道不得了 這條是貴為鴨尼州的大線王 這條線王 我認為是重恨到跟102系列一樣的待遇 很可惜 幾年前 南港島線一通車 整個鴨尼州都對食到應了 即是地鐵都對食到應了 這條線真的很可惜 由最初三至九分鐘 減到現在 我現在這個時候是星期二來的 三點多 現在是在玩十五分鐘一班 十五分鐘 十二分鐘已經多了 十二到十五分鐘一班 跌到這麼嚴重 那班車真的跌得很嚴重 到底客人是否真的跌得這麼嚴重呢 我們看一看 三點二八分 有車了 好 現在上車 今天好啊 大家好啊 今天12加16個 28個這輛車 坐著28個 剛剛數了一下 剛剛好沒問題了 實在不錯了 看看現在的軟套 整個鴨尼州還可以上多少個車 那先上一人吧 我先上到一個了 29個客人 但現在這輛車在維持12-15分鐘 我看到現在這輛車的車輪有 12 分鐘 15分鐘也有 哇 魚鵝丸 這輛車的車輪有幾乎不少 好 魚安院上了五個人 34公里工業學校 過了整個鴨尼州 現在的時間只有三時多 日後 很差 老實說 以隧道巴士來說真的很差 33天 這輛車在坐 這輛車可以載到130天 三乘客輛都沒有 這輛車死火了 這輛車 我們現在去香港 這輛車 這輛車有四個人 37人 八個人 山下 黃足下工廠區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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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